七年前,出现了这样一部特立独行的科幻片 它不仅打破了科幻界的圣经机器人三定律 还用一场有如神来之笔的结局 颠覆性地开启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电影的新格局 几年后,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变成了一座极度危险的城市 每天都有最少300起的谋杀案和暴力袭击事件在这里发生 黑暗势力的猖獗让当地警方死伤惨重 就连社会秩序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但这一切却都在这一天被改变 当地一家大型机器人公司研发出了一款执法机器人 机器人完全由设定好的程序所控制 加上中国制造的硬件设施的保护下 当地的黑暗势力迎来了史上最大的噩梦 犯罪率暴跌的同时,也让这家公司赚得盆满钵满 这天,警局得知一伙黑帮分子正在进行非法交易 他们迅速派出机器人小队进行搜捕的同时 交易的黑帮大佬看到自己的货物被严重损坏 恼羞成怒的他给了运送货物的沙马特三人组两个选择 要么现在就吃枪子,三人组只能被迫答应了 然而话音刚落,机器人小队从天而降 上一秒还人前猖狂的大佬下一秒就落荒而逃 在机器人小队的强大火力支援和掩护下 黑帮小卡拉们很快就会有成绩了 任务进展得很顺利 唯一的意外,也只有眼前的22号机器人不慎被火箭耗目 事后他被送到公司返场维修 但经检测他的内部系统大部分在爆炸中都被损坏了 只剩下脑部还是完好的 综合考虑后,公司还是决定将他报废处理 另一边,侥幸逃出来的沙马特三人组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同样幸免于难的黑帮大佬再次打来变化 提醒他们别忘记他2000万的欠款 为了保住小命,三人组凑到一起商量如何搞钱 身为老大的人者想去抢命超车 但又害怕被机器警察团灭 这时他的女友白毛想到了一个主意 既然机器警察都是机器 那他们一定有一个像遥控器一样的东西 所以只要他们能够抢到遥控器就可以将他们关闭 这绝妙的建议让没文化的三人毛色顿开 当场就决定去绑架机器警察的设计者拿到遥控器 还不知道马上要经受无望之灾的迪恩 还在继续进行着他的研究 身为机器警察的创造者 迪恩并不满足于当下 而是一直希望研究出真正的高级人工智能 经过三年的不断修改和完善 就在今天,看着程序读取进度终于到了百分百 迪恩意识到他竟真的成功了 欣喜若狂的他立马就朝着公司赶去 见到老板后他提出进行下一步的实体测试 但金钱至上的老板一直对所谓的人工智能不感兴趣 因为他们并不需要所谓会显示作画的艺术机器人 失望的迪恩并没有死心 他突然想到了之前报废处理的22号机器人 于是趁着他还没被销毁之前 迪恩将他从车间偷了出来 在拿上升级机器人程序的密持后 就朝着家里赶去 但刚开出公司不久 他就被等待多时的三人阻拦了下来 他们将迪恩带回基地后 开始逼问他关闭机器人的遥控器 懵逼的他了解完了前因后果 只能无奈地解释到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遥控器 所有机器人配备的都是固定设置好的程序 感觉智商被侮辱的老大忍者 刚准备一枪将他解决掉时 胡子哥有了新的发现 三人看到后备箱零散的机器人配件 白毛的灵感又来了 既然无法关闭机器人 那就让迪恩帮他们改造一个机器人小屁 就这样 迪恩阴差阳错的半自愿地开始了他的测试 但有一个问题是 这台22号机器人因为损坏的原因 导致电池被融合到了外壳上 无法充电也无法更换 所以哪怕成功启动后 也只有最多五天的寿命 接着迪恩装上从公司顺走的密池 连接电脑后安装好他刚研发的程序 随着他按下起动间 世界上第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 就这么草率地诞生了 刚出生的他像个孩子一样 警惕着周围的一切 但这猥琐的模样 却直接让白毛的母爱泛滥 迪恩也开始尝试教他说话 身为人工智能的他学习速度飞快 一眨眼的功夫就认识了 手表和人生中第一只鸡 接着白毛兴奋地给他取名叫茶派 并让他称呼自己为妈妈 可此时的忍者看到茶派兴奋玩着鸡的时候 他心里起码有一万只小可爱在奔头 心心念念的头号恶棍机器人 现在却变成了个智障 气急败坏的他直接将迪恩赶走 而另一边 身为迪恩的竞争对手 也是公司另外一个机器人研究专家的狼叔 还在积极地推销着他所研发的 名为陀路的战争机器 但警方却以火力过于强大为由直接拒绝了 还极尽嘲讽着他研究的机器人指示和战争 气急败坏的狼叔决定用自己的方式 来赢回在公司的地位 他准备偷走机械警察的密驰 来破坏掉所有机器人 但来到研究室后 狼叔却发现密驰不见了 为了拿到密驰 他偷偷地跟踪迪恩来到了三人组的秘密基地 就当迪恩再次见到了他心爱的研究成果 热情地尝试跟茶派打招呼时 迪恩懵逼了他宝贵的心血 全世界唯一的人工智能 一晚上的时间就变成了的该溜子 迪恩立马开始耐心地劝导起了茶派 并让茶派保证一定不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而让他欣慰的是茶派竟真的答应了 接着迪恩尝试教他读书 甚至教他画画 这一切也都被跟踪而来的狼叔看在了眼里 不久后 外出回来的忍者也看到了这让他怒不可接的一幕 再一次地赶走迪恩后 看着路越走越偏的茶派 他决定让他提前见识一下社会的险恶 忍者将茶派独自丢到小混混的地盘 小混混们看到这个执法机器人好像有点智障后 开始发现他们羁压地怒火 他们对着茶派一顿蹂躏 茶派虽然感受不到痛觉 但他感受到了恐惧 就这样一路连滚带爬地逃走了 就在他以为自己终于安全了的时候 狼叔为了取回秘池定位到了茶派的位置 带着手下找到他后 二话不说直接将他打晕带走 看着还在不断挣扎的茶派 狼叔直接拒断了他的一只手臂 接着成功取走了秘池后 命令手下将他解决 眼看巨子已经来到了眼前 在极度的求生欲望下 茶派奋力地挣脱了束缚逃了出来 狼狈地他亮亮呛呛地回到了基地 见到白毛妈妈的第一时间 茶派将他内心的委屈一股脑地倾泻了出来 等到胡子哥重新给他装上手臂 妈妈温柔地拿着故事书安抚了他一晚上后 他脆弱的小心灵这才平静下来 到了第二天 忍者找到茶派后 先是对昨天的事情给他道歉 接着告诉茶派 你任我当爸爸 我就教你当全世界最亮的机器人 茶派瞬间来了精神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第一步 走路姿势要帅 不能像个机器人而是要有黑帮的风范 第二步 开枪的姿势更要帅 但茶派并没被忽有 他紧记着和敌人的约定不做违法犯罪的事情 这时胡子哥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告诉茶派他可以不用枪 而是用刀子去戳人 这样他们就会睡着了 而且你还做了好事 茶派一听兴奋极了 他开始积极地锻炼自己催人入眠的能力 靠着强大的学习能力 几分钟的时间他就学会了扔飞刀 当然 双截棍也是必不可少 接着 他们又给茶派纹上了酷炫的纹身 戴上了霸气的大金链子 头号机器人恶棍终于像模像样了 可即便如此 茶派依旧执拗地不愿意跟着他们去抢劫 无奈之下 忍者只能将他马上就要死的真相告诉了他 他告诉茶派迪恩给了他一副残破的身体 等到他的电池耗尽后就会彻底地死亡 所以他必须跟着他们一起去抢劫 因为只要有了钱 他就可以让他朋友给他换一个新的身体 为了活下去 茶派第一次迟疑了 等到他再一次见到迪恩后 他开始质问他 既然明知道他生命短暂 那为什么还要将他制造出来呢 茶派很想活下去 毕竟他还没有好好看过这个美丽的世界 但下一秒他却没有任何征兆地倒了下去 原来狼叔这边已经开始了他的计划 他用密池将全市所有机器人远程关闭 随着一个个执行的机械警察全部倒入 整个城市一瞬间风云突变 黑帮大佬这边也得到了消息 他意识到这座城市终于重新属于他的 很快 所有的黑帮分子全部涌上了街道 开始了专属于他们的狂欢盛宴 此时迪恩也带着茶派来到了 研究室用内部程序将茶派唤醒 而在临走前 茶派不顾敌恩的劝阻顺走了神经传导设备 回到家后 他用设备连接上互联网开始疯狂地吸收着各种知识 一夜的时间过去了 茶派成功研究出了如何提取出意识 所以现在唯一欠缺的就只有新的身体了 为了赚到买身体的钱 茶派还是决定参与抢劫 等到忍者虔诚地拿上了他的黄金刃的伺候 黑帮一家人集体出动 茶派紧急着父亲下的指令 迅速地用飞镖让所有警卫睡着 可就在他成功地拿到钱后 他忽然看到身前的一名警卫根本就没有睡着 而是满身鲜血浑身站立地求他饶命 茶派这才意识到他再一次被欺骗 而另一边 新闻上也在时时报道着他们抢劫的画面 狼叔眼看时机成熟 借此说服了老板启用他的驼路系统 老板还命令他一定要除掉茶派 迪恩这边也意识到情况不妙 立马拿上公司的武器装备就朝着基地赶去 他将武器交给茶派 让他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 但此时已经知道一切都是骗局 命不久已的茶派放弃了挣扎 话音刚落 大佬也赶到了基地 他来拿回自己钱的同时也看中了茶派 双方一言不合就激战在了一起 此时狼叔控制的陀路也直接从天而降 他看着所有人惊恐的表情发出了残忍的笑声 陀路就像来自地狱的收割者 先是直接将胡子哥拦腰截断后 开始了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重新飞到半空中的陀路 先用一发极数导弹解决掉了所有的黑帮戏 接着再找到另一个青处对象迪恩 就在他一步步地朝着迪恩逼近时 茶派终于闪亮登场了 他将绑着炸弹的匕首插进了陀路胸口 再用几发炮弹将他逼退后 刚准备按下引爆器 反应过来的狼叔一缩子子弹扫过来 就将他手上的引爆器打掉 恼羞成怒的陀路开始了无差别的攻击 很快 忍者的大腿就被射穿 迪恩也腹部重弹倒在了地上 就连茶派的妈妈也在掩护人者时 直接被射成了筛子 看着妈妈当场丧命 茶派找到引爆器后毫不犹豫地按了下去 这才将危机彻底化解 愤怒的茶派想要替妈妈报仇 他带着迪恩飞快地冲进公司 在研究室堵住狼叔后 将他按在地上好一顿摩擦 看着狼叔已经昏迷不醒 他还是不忍心赶尽杀绝 解决完仇人后 茶派带着迪恩来到了实验室 他突然想到之前他研发的意识提取技术 或许可以救他一命 也幸好研究室还有唯一的一架机器人 迪恩试图让电量马上耗尽的茶派救他自己 但茶派毫不犹豫地给他戴上了神经传导头盔 连接上设备后果断地按下了传输键 就这样 迪恩从另一具机械身体中醒来 血肉苦弱地他彻底完成了机械飞升 看着茶派也要马上因电量耗尽而死 迪恩突然想到可以用狼叔的远程控制程序 将茶派的意识无限传输到附近的机器人身上 赶在来逮捕他们的警察突破进来的前一谋 迪恩找到附近的机器人后果断地按下了传输键 当迪恩逃出研究室后 身后一个机器人也缓缓地站了起来 而他正是重生的茶派 但这还并不是故事的结尾 就在他们祭奠茶派的妈妈时 茶派想起之前妈妈曾经戴上过意识头盔 而她的意识在那时也有过一次测试备份 最后的最后 一架熟悉的女性机器人被制造了出来 茶派的妈妈也就此永生